我是莫玲,精彩马上开始 第四百四十五集 说到这里,傲锋就冷冷撇过一边的云末天 一切都是出自他口,用意还不明显吗 我对这个什么第一天才没有兴趣 也对取代云中乘主没有兴趣 我秦傲锋就是秦傲锋 用得着去替代谁吗 这句话虽然是在说事实 却也存了一股冷然的傲气 话语中甚至有些不把云中乘主放在眼里的感觉 不取代云中乘主是因为不屑 云中乘主称死了也就是这个未免的云中乘主 而傲锋的目标呢 是北境,是诸神,甚至是世人从未得知的天地 只放在这个未免,目光未免太过短浅 秦傲锋不会是云中乘主 因为他的世界是更加广阔的 这股傲然之气,令人心中发颤 那自然而然从他身体中溢散出来的霸道气势 使得所有在他前方的人齐齐向后退了一步 连云荡天也没有例外 这一步退了之后 众人方才惊醒察觉 不由得面露惊骇,脸色发白 能说出这番话的人 能瞬间逼退这么多云中乘高手的人 哪会是那些没用的草包 云荡天也冷看云墨天一眼 心里明白这都是他故意在挑拨离间 但此刻,盯住傲锋的双目 却是炯炯有神,光滑大放 他本是看不起傲锋,心存为难 这时候倒真起了战意 就凭傲锋刚刚逼退他的这一步 云荡天便可以肯定 傲锋的实力不下于他 只是这样还好 可他在气势外放的同时 根本没有半分吃力之色 仿佛信手一挥就有这样的实力 如此大好对手,他怎能错过 云荡天心中骤然火热起来 反手拔出背后的黑色长剑 面带一缕兴奋地说道 清风,你很不错 真的很不错 既然这样 那我就更要和你比上一比了 我在这里正式向你提出挑战 解战吧 巨剑划破虚空 直指傲锋面门 旁边的莫灵被那森寒剑气逼得一颤 不由自主缩了缩小脑袋 躲到傲锋身后心中着急 你这个疯子怎么还是盯上傲锋了呀 看着云荡天眼中的炙热 傲锋一阵恶然和头大 有没有搞错 既然都知道是误会了 你这人怎么还不依不饶的 旁边的云顶天无奈苦笑 傲锋 当天他就是这个样子 你的实力强 他反而会更对你感兴趣 你要是示弱一点的 说不定他觉得无聊 就不找你麻烦了 还带这样的 傲锋瞪了瞪眼睛 一阵无语 原来这人当真是个战斗疯子 根本不考虑会不会落败 落败了丢不丢脸的 明知道我的实力比你只高不低 还要和我动手 朋友 我们之间又没有什么血海深仇 我 别婆婆妈妈的 今天这一家我打定了 是男人就快点接战 难道你还怕输给我是不是 还是说 你瞧不起我 嘴角抽了一下 傲锋被他问得有点委屈 我本来就不是男人好不好 话虽如此 傲锋肯定是不能说出来的 他随意地摇里摇头 淡淡说道 既然你要打 那就来吧 我随时恭候 这 这样来 云荡天不由得又是一愣 皱眉怒道 秦奥峰 你当真看不起我是不是 我云荡天 怎么说也是神阶强者 比你差 也不至于如此受你藐视 你是幻师吧 连凯化都不使用 难道你打算空手借我剑吗 说对了 傲锋还真不太把他放在眼里 倒不是存心看不起他 可对于他一个神王来说 神阶强者 真的没什么大不了啊 不过 他也懒得和他多说 对付这种暴力分子 直接用实力打垮他 才是最有效的 既然他死缠烂打 奥峰干脆就用他力威 右手微抬 奥峰一只胳膊 还被莫灵挽着 当然是不能发力的 只见他的气势凝极 一圈淡淡的黄色 在许多人 骤然放大的同眸中出现 刹那之间 整个手掌 已放出了强烈的劲气 直接破开空气 随手一击 啪 得抽在云荡天 指着他的黑色大剑上 哼 连哼都没有哼一声 云荡天只觉得 天地一片动荡 已经被抽得 远远飞了出去 眼看着云荡天 宛如流星一般 被拍飞出去的身影 本来得意洋洋 准备看戏的一群男男女女 集体傻眼的 除了事先知道 奥峰实力的云末天 和云顶天 后来者皆是一副呆呆愣愣 不敢置信的模样 他们谁也没想到 奥峰居然一巴掌 就随手把云荡天给拍飞了 这场战斗异常迅速 还没来得及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云荡天好歹也是个神迹强者 在云中成号称千年以来第一天才的人物 在这个秦奥峰面前 在这个秦奥峰面前居然还走不过一招 而这个秦奥峰的年龄几乎比他们每一个人都还要小 这也太可怕了吧 几十个年轻人倒吸一口冷气 手脚一阵冰凉 之前还有很多人把奥峰当成情敌 也打算自己动手教训奥峰呢 只是看到云荡天要出手 这才没有站出来 现在一想 皆是冷汗直冒 尚未回神 却突然听见远处传来了一阵哗啦的声响 奥峰没峰一挺心中暗叫 不好 原来是云荡天的一股剑气 正好劈到了云中垫的上方 发出了一阵刺耳的爆响 因为战斗经验丰富 他有着事先准备作战的习惯 在被奥峰随手删出去之前 就已经积蓄了力量了 此时往天上一飞 这股剑气就失去了准头 云中垫的制裁非常坚硬 倒是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可动静却大得很 里面的人就是本来不知道 也肯定会被这响声给惊动了 果然云荡天还没稳住身体 云中垫内就没得闪出来十几道身影 速度快得好似闪电 人影晃动 不过请客便越过了一段很长的距离 道得奥峰等人身前停住 当先一名中年男子对众人训斥喝道 是谁敢在这里动手 不知道此地是禁止打斗的吗 护卫队呢 你们在干什么 站在不远处的护卫队众人 各个身体一僵 心中叫苦 这怎么能怪我们呢 候选圣女的权力有多大 你们这些老家伙又不是不知道 谁敢得罪他们呀 再说 云荡天之好战的疯子发起疯来 哪个能阻止得了 另一声温和的笑语紧接着传来 三长老 少安勿躁 看样子 好像是云荡天那小家伙的 他一向就是这个脾气 你也清楚 不用太过在意了吧 七长老 你这话就不对了 什么叫一向是这个脾气 我云中城的规矩 难道还要为了某人而更改吗 凭什么他就要例外 那三长老 冷笑着翻了翻眼睛 往不远处一名皱着眉头的 中年男子身上看去 二长老 你们二脉之人 也该好好管管了吧 城主大人亲自召开的会议上 也敢动手 当真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呀